关于这个历史,我们不多说,经历不在这,主要它的意义和道理,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,像秦始皇,还有一些民间故事,跟孟江女的故事,一死来祭奠她的丈夫,她就是不从秦始皇, 这种真洁的女子,到最后那一刻,那比男人还有康,其实王多了不起,但是包括希特勒,他们两个都是狂人,在这种历史当中,乱世当中,很难说把握那个度,他们的初衷本心, 并不是说,我想到皇帝,他就是在那个位置,屁股决定老的,他就该干这些事,怎么样把天下弄好,怎么样让社会变好,有那个心智,那个大的在。 嗯,还有他们两个呢,就是,希特勒喜欢这个黑魔法, 其实王的那天,晚天是秋丹,这个这个,寻道,寻长生,这种皇帝很多, 嗯,希特勒也有他自己的爱情故事,嗯,这些,嗯,有人还传说,他现在还活着,嗯,就活在阿根廷,还是什么,啊,有,有,有那个,嗯,这个,这个,这个记录,我们能搜到,啊,还有他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现在的,嗯,一些记录,嗯, 看上去,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,但是,还确实有点像,那说不清楚,嗯,这些都是,嗯,传说了,无法考究了,但是根据这一个人的心性,特点,嗯,很多东西可以推理,就是神仙,断世,断话,嗯,就是,就是有有的东西,但是这个,还是不是重点,嗯,都过去的人,那那以前的事情, 在现在他,嗯,这种环境下,他也,出不了这种人,再厉害也不行,嗯,这时候都是个人主义,啊,什么的,嗯,崇拜,你看,那个,这个,我们那个,在当时,那不是,那在近代史,不是还有吗,万岁,万岁,这,这些,嗯,他们初衷都是好的,嗯,宗旨都是好的,嗯,宗旨都是好的,那到晚年呢, 得失之后,你就包括留位,到晚年都变了,所以说,你说这个人怎么判定呢,嗯,重要的是什么,这个,包括我们说了很多科学家,很多思想家, 他,他的想法,是很超越的,为什么那个主题,这个名字,这个我们都是,讲完之后再立的题,说到哪是哪,但是,我觉得这个,这个立出来是很重要的, 他,他,在当时,不受用不得志的人太多,但是在后世,甚至过了多少代,几百年,上千年,还有人,惦记他,甚至替他平凡,为什么,就是需要那种精神, 人都有好的一面,需要,就是他那些思想在现代代,就很好,嗯,一些历史人物,我们在拜,关公,那个我们后面会讲, 专闻他,嗯,一道时间,他不需要,有的时候,是会去运了,他就需要了,这样,转上来的,转来转去,所以很多人不得志,啊,就是,嗯,很难为情,就是他的想法很多,真的很好,但是环境,人缘,就是,他的条件,各方面,财力,各方面, 各个资源,不配合他,他没办法,他注定就不得志,所以你只能是,根据现有的,就是,适当的,超前,超前是领导啊,啊,死管之后是员工啊,